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2023年9月的TOMICA的新車 Toyota GR Corolla GR皇冠 那编号是52号 那盒子是这样子 分别是初回版的黑色 这应该算是灰色 跟一般版的白色 车子是这样子 然后稍微留意一下 他们那个Toyota 不是Toyota 多美汽车基点活动的 到9月就结束了 基本上现在还可以基点 然后那个月换的东西 也还可以再换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赶快把自己手上的换一换 我找不到我之前堆的那个 那两盒 我明明为了最后一波 我有留两盒 但后来 好死不死 我把自己的两盒 不知道塞到哪边去 我现在找不到那两盒 现在有点欧 那 这两组新的 我先拆一下去基 但还是 还是有差 现在只能傻笑 一般版的白色 灰色 这应该也不算灰色 这有点像那种荧光 这有点像那种 消光黑了 这边这样 Toyota这里 然后水箱其实蛮搭 然后标 这边还有个标志 两个车灯是另外 是用涂装的 并不是用硬色的 侧面这样子 后面车灯也是 然后 比较特别一点是 车牌这边有另外在做涂装 侧面这样子 这应该是加油孔 上面这样子 然后跟台湾最大特别 好像日系Toyota车子 好像他们都是偏右 他们都是右驾车 因为是日系车款 这里 大家看到 这边是右 这侧面这样子 车子 是有悬吊系统的 我后来才发现 他们悬吊系统 好像有些版本 是只有一边有 一边没有 就是有些是前轮有 有一些前轮没有 有人跟我讲 但是说实话 我还没有遇到过 大家有知道 哪个编号的车款 是这种状况 侧面这样子 上面这样子 前面车头这样子 那一般版是这样子 白色的 侧面 上面 后面 一般版的话 车上的纹路比较明显 上面车顶都是 为什么 明明就新车 为什么它两个车顶 上面都有刮伤 这边这个很明显 这是 5月的Toyota新车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这两款还蛮好找的 然后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 活动基点部分 真的要留意一下 不要到时候像本人 前阵子有那个基点 全部都过期 我现在最近 发现很多东西 有些期限 大家自己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今天影片介绍到这里